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保護你的私隱之外,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用了Lot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LotVPN,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字是SAMNGX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不妨試一下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特區政府過去幾天推出香港夜奔分 會不會墨值呢?從兩個情況,你都看到我相信 墨值的機會幾乎都是百分之百的 兩個情況,一個情況就是一些數字,第二個情況就是深圳的反應 根本就不跟你客氣,搶過 數字是什麼呢?我在這裡也說過不止一次 北上,這個逆候,北上的人和南下的人的差距就越來越大 就是剛剛過去的一個月,現在就是九月,八月統計 就是六百萬人次北上,較南下的人是多出一倍的 說早點,7月,四百五十萬人次經陸路北上,不算乘飛機那些,乘飛機不會去深圳的 南下內地的訪客就是一百七十四萬 到八月份呢,那個北上的人次人數呢 激增到五百九十八,即將近是六百萬 南下也多些,三百零二萬 但是北上南下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七月份的時候的差距是二百七十八萬 八月份的差距是二百九十六萬 換句話來講,八月份呢 北上的人數是比南下的人數多出一倍的 這個數字呢,是相當驚人的 統計過啦,如果北上的人 每人花錢不用多,即五六百元 七八百元應該,買上去一次 那可能已經有幾十億那麼多了 第二樣就是深圳的反應 深圳呢,在政府沒有那隻白絲,或者叫銀絲 啟動這個香港夜賓分之後呢 深圳就馬上宣佈了 星期四就啟動夜賓分 星期五呢,深圳的發改委公佈 深圳市關於促進消費的若干措施 包括什麼呢,加強對港澳遊客宣傳 鼓勵各區整合優化核區的優質旅遊資源 這些都是一些 虛的東西,我認為 宣傳、旅遊資源 都不是百分之百虛的 要吸引人,什麼Coco Park那些 好像說,連年輕人都上去看 然後,向港澳旅客發放旅遊消費血 這個東西才最拿命的 推出港澳旅遊消費地圖 深圳優勢產品消費指南 等特色工量 後面那些其實都沒有什麼新意的 全世界的旅遊店都會有的 你拿著一本東西 譬如我剛剛去完柏林回來 拿這個Berlin Welcome Card 裡面整大堆東西,除了這個地圖之外 除了這個地圖,柏林的地圖之外 還有整大堆東西說 有什麼地方吃東西很棒 所有的旅遊的地方都會有這些東西 我想香港也會有的 這個消費地圖 優勢產品指南等等 有什麼地方有優惠 最實際的,最實惠的就是 旅遊消費協 特區政府沒有這個本錢 其實大陸政府也沒有 告訴你 深圳可能會好一點 有些地方政府 公務員的錢都發不出 還發出旅遊消費券 還有就是 完善跨境支付環境 擴大微信香港錢包 支付寶香港錢包 在深圳的使用範圍 就是說完全是 有針對勝地 是針對香港人 就是這個消費 完全是針對香港人的 真的很厲害 你看得到他的做法 鼓勵各區整合 加強對港澳遊客的宣傳 鼓勵各區整合旅遊資源之外 就是聯合本港媒體商會 旅行社等 推動港澳遊客消費 由餐飲娛樂延伸至 醫療健康美容健身文化藝術 是做得很細緻的 然後就是 免費接駁路線 由口岸重點雙圈 警區的免費接駁路線 增加口岸網約車 上車的標誌 又有 港人旅遊消費服務示範區 等等 鼓勵全市相關 相互向持回鄉政的港澳居民 推出註冊及預約等服務 很針對性 然後就說 微信香港錢包 支付寶香港錢包 在深圳的使用範圍擴大 接著 提升數字人民幣帳戶 與百達通等港澳第三方支付平台 互聯互通的水平 支持港澳居民在深圳辦理 現業務及開辦內地的銀聯 即是全部是 說得比較白 看著你們打的 深圳看著你們打 政府的發言人如何回應呢 他說 包括深圳在內的鄰近地區 近年發展不少吸引消費去處 加上兩地恢復變節往環 形容港人不想消費情況增加 正常不過 舉手投降了 港府的發言人說 面對市民生活消費模式改變 本港需要更具特色的 創意市場營銷策略和活動 更好的產品服務 開創新消費增長點 提升本港吸引力和競爭力 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和旅客到港消費 以上問的問題是 政府自己說的 要做的事情 全部沒有做 不單止沒有做 直接出來是小達人的口 因為八成的事情 都是舊的 都是客氣做的 國慶煙花 大坑舞火龍等等 全部都是客氣的 跟以往的做法一樣 然後他的回應是什麼呢 都是舊的 不過以往三年都沒有做過 會想一些新事 我想問深圳做這麼具體的事情 你不派錢 最實際你沒有錢 怎麼派呢 夜間消費券 這個最實際 你不能派 其他事情 會不會想得細緻一點 全部都是老土到不肯 舊的東西 慘的地方是什麼 有些議員說 深圳推出的措施 是仔細和貼地 是針對北上消費的市民 本身很多人北上 已經 深圳來說 躺在這裡都會贏 不過人們做得更加仔細 做得更加好 更加吸引客 和留住客人 香港呢 完全做不到 是吧 完全做不到 說法就是 尼敦道 在大陸 用立體印刷技術 在商區打造新景點 是來這裡像一個廢墟 我真的不知道 很久沒去過 他們說像一個廢墟 那些經濟學者 他說深圳的水平 服務的水平 比香港高很多 香港就民價高期 香港人就北上消費 零售業 零售業 平均一個月有400億收入 疫情期間只有270億 通關之後 上升到300億 都比疫情 飲食業等等 全部都是下跌的 搞不定的 天都不幫 宣佈了 香港夜奔分之後 延長大雨 又紅雨 中環海濱 有手工啤酒節 下大雨 雖然有人 舉散唱飲 看表演 不過 人流不多 很多人說 去到八九點 十點 就下班了 為什麼深圳這麼吸引呢 這位阿姐 其實就很能夠說明問題 中環主婦 他們的節目是怎樣的呢 定期北上 去深圳吃喝玩樂 然後買賣送回香港 連香港的街市都不光顧 他說 香港的夜奔分 是毫不吸引的 這位張太太 年過五巡 丈夫又半退休 去深圳消費 輕渴 超市購物 他說深圳吃東西很划 香港不再有優勢 夜奔分 退休一輩來說 毫不吸引 他說深圳的商場 中菜館 吃四五道菜 兩人吃四五道菜 很多的 吃到肚滿腸肥 一百七十元 他說 一個蟲子醋魚 黑醋蟲子魚 香港就要過百 內地就六十 他說超市同一個農場出品的南瓜 香港是 九十元 內地呢 是二十元 他說用WeChat Pay Hong Kong 消費很方便 綁定信用卡 在便利店充值都可以 直接在內地大型超市 或食市兌換人民幣 扣帳 當然有些人說 香港的黃絲 痴之以鼻 回大陸吃東西 吃化學品 等等 我未必一定會這樣說 我又不從政治角度去考慮 香港人 北上消費 他們都會精挑細選 為什麼大陸 會有這麼好的吸引力 除了便宜之外 還有很多很新穎的東西 是香港完全找不到的 雖然這份報紙 訪問香港的大學生 去過深圳去玩 但是他說 都不去了 現在 有優惠都不去了 他說 以前去玩的時候 短假期深圳玩過兩次一夜 無論外賣或出行都很方便 教香港的多元化 又說Coco Park 應有盡有集齊年輕人喜愛的元素 他雖然說現在都不去了 去過一次 都差不多了 那個優惠對他來說 不是很吸引 可能大學生沒有錢 但是他都對於深圳的活動 娛樂活動 是相當讚賞的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你剛才那兩個個案 第一 中年 的夫婦 上去 貪他便宜 東西好吃 方便 年輕人 覺得那個地方 是有吸引年輕人的元素 所以都去試試玩一下 這些人 是不限於藍絲的 很多黃絲都會有 很多黃絲都會有 他會這樣說 有什麼問題 我們討厭的是香港政府 我為我自己被荷包著想 我為什麼要去香港消費 上大陸消費 現在問題是香港是什麼呢 中年人 老年人 吸引不了他們留下 這些可能很多都是藍的 年輕人都吸引不了 是不是 年輕人都吸引不了 即是 出夜街 是穿黑衣 或者敏感的日子 警察會查 上深圳他們說 沒有什麼 我不說政治 什麼事都沒有 他們是這樣說 雖然你可能 我的聽眾觀眾 就覺得 這些人很幼稚 你忘記了初心 忘記了初衷 還回大陸消費 拘捕你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沒有 我什麼都不說 我只是去玩 去看看那些文青的店 有什麼吸引力 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其實漸漸就會 真的令到他們忘記了 以往發生的事情 即是用這個物質 那個吸引力 但是 從香港這個經濟的角度來講 這樣下去 香港真是很嚴重的 香港真是會玩軟 由亂及自由 自及興 麻煩你了 中聯辦主任和中央反映下 叫深圳不要搞那麼多 叫香港長腳 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我覺得也挺好笑的 如果特區政府 連深圳都鬥不過的話 即是我覺得公平競爭 就不要由政府去干預 對不對 深圳鬥不過的話 就證明什麼呢 證明這個政府 無能的程度 香港本來是 國際大都會 是吧 靠這些夜繽紛去留客 我覺得已經是極度荒謬的了 即是我們的魅力去了哪裏呢 沒有了 沒有了魅力的原因是什麼呢 跟宇宙大法有關 跟特區政府官員的無能呢 可能關係更加大 聊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非常 繼續支持我心情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是我們我們都會想的 希望你惊不多 whoaj Kard也abb' 如果我是你發了 為何你寶cot 怎麼了 我沒有更 detective 是嗎 也問我 ème凌難 當老師 看看 我怎麼不回礙 我就發現 我們有不同個人 뜻 Veter vad我們ส oder判 prayer 會寫 и我 regardless 熱 раст 打 每个人都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没有关系 我们都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没有关系 我们都找到大陆 我们选择看 朋友们说 解决这些图片 但拿到你的手机 拿到设计就做了 我们在海中的图片 我们在街上 我们在海中玩 是一朵地的图片 是一朵的图片 i bilder die in der box sind sind leider auch in meinem kopf drin wo ich dich oh mamo küsse in kroatien an der küsse kann diese bilder nicht vernichten pack die fotos in die kit plötzlich werd ich panisch dramatschuhe ich frag mich warum du mir immer noch fehlst obwohl du schon lange nicht mehr da bist ja baby ich frag mich warum du mir immer noch fehlst gar nicht mehr tragisch wie's mir geht bitte frag mich und immer wenn ich denk es war alles ok dann merk ich plötzlich wir gehen in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und immer wenn ich merk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dann such ich im Wald nach unserer lichtung und immer wenn ich denk es war alles ok dann merk ich plötzlich wir gehen in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und immer wenn ich merk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dann such ich im Wald nach unserer lichtung das war alles ok wir gehen in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und sarah lichtung ich stelle mir jetzt einfach vor wir sind hier auf dem splash danke okay s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